字幕志愿者 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长期活跃于各大电视的 政论节目里面 包含中天的啦 T台的啦 也有环宇电视台的啦 你都可以在这些电视频道 找到介大使的踪迹 当然有的时候 他也会去跟历史歌 做一些直播 唱谈一些国际间的各种的 这个政治的情势 所以毕竟在 因为这个外交体系做了这么久 介大使真的是我看过 他真的是一个政坛的清流 好 我看了这么久的 这个新闻节目 其实说真的 我最喜欢介大使的论述 因为 好 他怎么讲 这个 不冒净 也不冒犯 总是以一个非常 就是清幽幽的那种口吻 不会听起来让人觉得说很敷衍 也不会带很多的罪字 而且介大使是蛮有学问的哦 好像我之前抖内他的时候 他还 我第一次要抖内他的时候 他因为我把他的脸画一半嘛 对不对 然后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游抱琵琶半遮面 前面那句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我特地还去上网查了一下 叫做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半遮面 好 那在进入正式的节目之前 先说一下这个成语到底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好不容易 重头戏出来了 但是 那个主角 却还是 用那种怎么讲 若隐若现的方式 给观众掉进胃口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 即使 真正的菜已经端上来了 但 他的表现 还是让人值得期待 意犹未尽 大约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 这就是我眼中的介大使 那 你眼中的介大使 会是怎么样呢 今天为他做了这一集的podcast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里是神秘句点 我是Gary 好 其实我第一次 斗内介大使是在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 1月20多号的时候吧 好 因为不知道是27 28号 那一天的中天烙碗报 好 是在谈论这个日本 未安妇的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身为 介大使 其实应该算是外省 外省人 那 中华民族 那他对大陆 本来就是比较 亲近 要讲亲中 其实 其实没什么意见 那大家如果要去 拿这两个字贴标签 我也不 我也不 我也不会反对 那毕竟 对有些人而言 他的政治立场 也不要说政治立场 他觉得他的根 就是在大陆来的 那他自然而然 就会有这种 这种这种 恋香情节 家乡的姜 家乡的香 恋香的这种情节存在 这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就像有一些人 从小大大 比如说他在高雄长大 他自然对高雄 就会有感情 那如果人家是从 这个大陆来的 那人家对那块 他原先的 这个生长 一定有感情 一定也是正常 不过的事情的吧 所以说 其实我们再回到 把这个话题 拉回到主轴 你会发现说 我第一次 抖泪在介大使的时候 因为我是第一次 因为其实刚开始 那也是我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 抖泪 那我看到介大使 因为日本的事情 那么的生气 你就知道 我们那个抗日情节 中华民国 对于抗日的情节 其实在老一辈的身上 都还是存在的 今天第一趴 就先讲这个部分 既然抗日情节 对这些 中华民族的人来说 是非常之这个 是非常之深刻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执政党 跟我们日本的关系 跟我们日 跟日本的关系 你就知道 是多么的卑微了吧 打高端 不能进去日本 是不是 那毕竟高端 本来就没有经过 这个二企的检验 二企事业的检验 导致也没有办法 入进日本 好 甚至说钓鱼台的部分 也变成是 日本人说钓鱼台 是他们的 而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民兴党政府 却不吭声 你就可以知道说 借文吉大使 他对于日本这个部分 是非常的神奇的 所以 有的时候 你其实在看他论述的时候 大部分的情绪 都是非常的平稳 有冷静 看得出来 借大使是一个 很喜欢理性沟通的人 但是 谈到 非常之震恨的东西 你真的很难看到 借大使会生气 所以我总结一下 这个第一part的部分 我想起了第一次 抖内给借大使的时候 那是我看到他 在节目上这么生气 所以我就有感而发 我就写了一些东西 鼓励给借大使 那 我突然那个时候 我有个感觉就是说 对啊 我们的政府 如果跟真的跟日本这么好 那为什么日本 对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始终都是那种 不平等的待遇 是吧 所以要让大家好 想一想 所以在这边 还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 大家在看烙碗报的时候 或者是 不管是在看其他 政论节目的时候 你可都可以发现 借大使对于 这个 一些 该评论的东西 他都是非常鲜明 他绝对不会去做互端 所以这就是为 为什么我非常欣赏 借大使的原因 好 那第一part在这边 做个总结 第二part的部分呢 在讲到就是 他的 他的为人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他 在讲到 诚实中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 我觉得不管 他讲国际的寝室 在讲到国内的东西 他总是有一套的看法 尤其是 当他拿他自己的公职生涯 跟他的公职的精神 来去套路在 陈时中的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会 让人家产生共鸣的 你知道吗 因为 陈时中是一个 要选北市长候选 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的人 既然还不懂得去避嫌 甚至是在 常常在媒体面前讲错话 连他们的幕僚团队 在操纵一些文宣的时候 也常常都是一个大型的翻车现场 甚至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个牵手事件 你可以看到介绍史在对评论这个部分 你知道他讲到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 这是一个公职人员 他必须要去遵守的 这个本分 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准备 这就是一个公职人员 他应该要有的精神 甚至是当他在提到国际外交礼仪的时候 他说可以把它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 当男生跟女生碰面的时候 男生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主动伸手 除非女生同意 主动伸手 要求握手的时候 男生才可以主动向女生握手 而且是亲握 亲碰 不能停留太久 不能停留太久 差不多一两秒就离开 你或许会觉得说 国际礼仪对大家而言 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可是我跟你讲 你只要亲自走过国外一趟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外国人很喜欢做肢体接触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西方人很喜欢做肢体接触 其实我自己也都身边比较 其实我身边比较少东方的朋友 我比较多西方的朋友 他们见面都是揉揉抱抱 为什么 因为西方人在表达爱是很直接的 我觉得我跟你 我希望没有距离 我可以跟你揉揉抱抱 刚好适度就好 所以我们再把话题回到国际礼仪这个部分 为什么要有国际礼仪 那是一种场合 那是一种展现你社交能力的一个表现的机会 当你要跟这个人有展开交流 比如说他是做石油业的 你可能是做资讯业的 如果你可以来做个跨国合作的话 这个时候握手的礼仪就非常的重要 或者是说当你遇到 当一个法国人或遇到一个意大利人的时候 到底亲连加要亲几次 亲三次是表示最亲密 亲一两次可能就只是熟人或什么的 对不起我可能这部分 这部分没有解释的很清楚 请大家包涵 又或者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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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不知道是哪一国的 有点突然忘记 反正anyway 今天我们如果要跟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 透过肢体员就可以知道 你的程度到底在哪里 而你的行为举止就可以让人家决定说 你要说first impression是很重要的 你的态度就决定了 他对你的第一眼的态度 如果你要跟这个人 有进一步的来往 那你的礼仪 你的国际礼仪就非常的重要 那既然国际礼仪不知道怎么办 就学嘛 是不是 讲话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 我们再回到介大使的部分 介大使是身经百战 长期都在外交体系工作 对于很多国外的一些 甚至是比较棘手的事情 他总是可以在节目上侃侃而谈 所言不假 那就代表说 他很为他自己的职务感到骄傲 他很为中华民国感到骄傲 尤其是在拼外交的时候 毕竟中华民国因为有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毕竟我们是一个两岸的体系 不算是 对他们而言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那再加上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在国际上的这个比较强势的部分 当然就不会让中华民国 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至少在口头上都是这个样子 那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大嘛 对不对 所以争相而言都会变成欧洲或 或是美国想要抢先合作的对象 不然为什么大家都还是遵守一种一中政策 尤其是谈到一中政策的部分 你会发现借大使常都把一中政策 这个部分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觉得辣碗报好像讲的不够细的话 你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环宇全世界 那个是由何荣 应该是由何荣主持的吧 一个知名前主 新闻前辈何荣主持的 我还蛮喜欢看他在这个 这个这个环宇全世界的这个节目 尤其是他常会跟亮哥做搭配 那亮哥 郭正亮 那个前民进党的立委 郭正亮 他也是对国际事务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如果要看政经情 就是国际的政经情事的话 其实都要好好去了解一下 借大使跟这个郭正亮委员的论述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 这个外语能力很好 每天都吸收很多外文新闻的人 所以要增进自己的自己的世界观 我觉得这对中华民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媒体 冲刺就是绿媒 那常常都在报那些 没有营养的东西 对或许对你而言 你觉得那都不重要 甚至看国际新闻 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但是你至少可以掌握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至少可以知道说 现在的国际情势到底在干什么 你或许可能会问 国际情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错了 怎么可能会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稍微有一个牵动 是不是我们国内的物价就会上涨 对不对 如果你要投资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观察一下国际情势 好至少可以大约猜个方向 抓个方向 虽然说事后出来的消息面 往往都是在市场反应过后 才会出来的东西 但是至少抓紧那个节奏 你就会有那个依据 自然而然你自然的投资就会 你比如说你可能有买股票 或什么之类的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掌握得非常彻底 好 那 为什么我会突然讲这些东西 原因是因为 我还是要一直在讲 介大使真的是我心目中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而且他又是国民党的人物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 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 非常非常热爱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 其实我看了很多 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才真的又回来在关心政治这个事情 我看了这么多人 其实我真的才第一次听到介大使这个人物 他的这个在电视上的这个论述让我觉得非常惊奇 你会不知不觉的想要静下来听他讲话 因为当他在开口讲话的时候 那是一种肃然其境的氛围 但是他又不会让你感觉到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他是一个可以很亲近的人 你听他讲故事就好像在讲他过去工作的经历 对他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岁月 但对我们而言那是一个他美好的传承 因为他要把故事传递下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依旧可以在各大政论节目 或者是新闻节目当中非常活跃的原因 那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要支持 这样的政治人物虽然他已经退休了 我们应该要好好听他说话 因为毕竟真的能为我们人民发声的人已经不多了 尤其是在现在像这样绿媒打压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走 但至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即使在退休之后还是会愿意跟我们发声 还是会愿意不定期的来上节目 来表现出他对国际情势 就是他的专才的这个部分 能够去发挥 要说是老人家退休 这样讲有点过分 老人家退休闲闲没事干出来赚个外快吗 但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毕竟说真的 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资历 数一数二 不能说独一无二 但对我来说他是独一无二 因为我真的看不到其他 像他一样这样子的外交官 外交的体系的人员出身的人 我真的很我真的很少看见 我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子第二个人 所以今天我要来做个总结 其实介大使我后面 我一开始我第一个先画的是董哥 因为我是2022年5月5号开始 才开始画图的 我第一个画的是董自身 那其实这样子陆续下来 直到这个2022年的 这个11月为止 我画了好多人 但是就是最后独缺介大使一个人 那是因为我知道介大使 是11月9号生日 那刚好我们录音的时间 也是在11月9号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小小的 好 借我这个 这个自己的 景仰之意 来对介大使说声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介大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希望你能够长命百岁 继续为我们观众 带来更多新的国际观点 建文吉大使 我非常尊敬你 非常的爱你 希望你以后 也可以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 过你想要的退休人生哦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今天的podcast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哦 好 那也要记得帮我订阅追踪 然后也要开启小铃铛 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 向大家说这件事情 我很少会叫大家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的 那是因为 我觉得就随缘吧 不过 因为介大使的关系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好吧 我就稍微 讲个 为自己工商服务以下好了 毕竟 我也是蛮重视业绩的哦 好吧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podcast 或是喜欢我 MRG Gary的 任何一个podcast 或是影评的部分 请您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你的支持 才有让我继续 走下去的动力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句点 我们下次 云端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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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